台電向國外採購的燃煤價格被部分媒體質疑高於一般的行情 台電今天公開澄清表示 媒體拿去年的資料對照今年的價格比較基準不正確 至於天然氣的價格部分 台電坦誠向中油購買的降價幅度 的確不如國際氣價的跌幅 國際油價值直落 外界開始緊盯各項民生物價是否降價回饋 還有媒體質疑台電向國外採購的燃料買貴了 對此台電12號緊急開記者會澄清 強調媒體引用的是舊數字 並非目前的採購價 不同年份或是說不同購買方式的燃料價格 就應該不能拿來互相比較才對 今天報導裡面 他是拿台電在102年 包括長約跟現貨的購美的均價 每公噸84美元 跟澳洲的現貨的單價 每公噸77.5美元互相比較 這個比較是不正確的 台電強調媒體引用的是澳洲新保港 近兩年現貨沒價 每公噸77.5美元 指台電用84美元採購 導致發電燃料成本多了50億元 事實上84美元是台電去年的現貨加 長約採購價 而今年採購價降到了76美元 如果要比近兩年現貨平均購買價 應該是76.95美元 低於澳洲新保港現貨價 小集會秘書長盧信昌也認為不能拿現貨跟附加長約價相比 他是會幾個因子去加權之後得出來的 那坦白講因為現貨價格只是其中長約價格在清算的時候的一個決定的因子 所以事實上直接拿來比對的確會比較有一些意外 或者有一些沒辦法理解的部分 不過台電也坦承 媒體報導國際天然氣價格從去年4月到今年12月跌幅達29% 但中油賣給台電的氣價跌幅只有15% 相當於台電多花了10億元 台電回應會努力和中油協商更好的價格 小集會秘書長盧信昌則呼籲台電應該要拓展貨源 不讓中油一直獨佔市場 如果我們能夠讓這兩家國雲事業各自在國際上幫台灣找貨源 然後讓這兩家事業除了自己的使用之外 還能夠給這些中下游的這些經銷商 其實我們可以很快把台灣這樣一個長期不合理的這些天然氣 一花瓦斯供應的獨佔現象可以把它一次解決 中油趕緊澄清 進孔天然氣主要都是簽訂長期合約 比重高達9成 因此降價會有落後反應的情況 台電雖然已經轉虧為盈 但累積虧損還是將近2000億元 也難怪經營績效外界都高度檢視 UDN TV 檸檬山 王嘉鴻 台北報導